在這裡簡單的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彩虹教館呢 当初他设立的一个理念 我们本着任务关怀的一个心灵 在学校大力的支持 以及资金的益处之下 我们开创了一套 全世界第一套 练病葬祭的一个 实况操作的一个流程体验教设 也就是说 殡葬行业其实很难去找到一个实习的场域 因为大部分的家属在失去自亲的哀伤之余 他们不愿意让自己这么重要的一场商业活动 变成学生的实习场域 或是一大堆人为官的一种遗失过去 而也因为这样子造成我们冰藏产业 经常是诗如相传 很多地方是一个人文精神在 但很多地方也相对出现 以而传而一些不是很恰当的一个仪式 或是不是很恰当的一个作为 所以说呢 我们为了导正这个观念 我们呢建立了一整套专业的场景模拟模式 也就是说 在大学教育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在整个过程里面 实际去操作每个仪式 每个过程 每个专业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试验 而在整个过程里面 达成一个训练的要求 因为冰藏服务呢直接就接触到 人心最深层的一个案件 它要求的是百分之百 你不能说这个地方做错了 我再重来一次 不能说这个仪式我做错了 我们再做一次 它没有重复性的可能 所以说呢 每个动作 每个要求 就是到位 就是百分之百 我们用这种体验式的教学 试图去改善 也试图去建立一套 更关怀人性 更关怀亲情 更关怀整个生命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教育历程 我们希望培育的不是一个指挥操作 指挥指导 指挥很精湛的表演技术的一个非常能源 我们更是要去培养一个有爱心 有同理心 亲自体验过 亲自去了解整个过程 而能由心里深处 能真正的了解客户感受的 一个礼仪服务人员 在整个服务过程里面 他能采用伴随着客户 走过这么一个悲伤 走过这个一个心里面最大的落寞 以及缺失感的一个一次的完成 也能让他弥补心中的一个最大缺憾 不会造成一个悲伤心理 形成更大的心理的营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